培根在鐵板上炒得滋滋作響 让人垂涎欲滴的香气也慢慢散发开来 里面是有培根 花枝 虾仁 香菇 葱 这些材料 加上多项新鲜配料拌炒淋上蛋液 等待几分钟的时间 色香味俱全的日式蔬菜煎饼就热腾腾端上桌了 这样的好味道不只有顾客大力推荐 就连玉衡里长都要不理睬 今天给你介绍我们有益竹商间 最好吃的小吃店 就是我们的蔬菜饼专卖店 他除了蔬菜饼鸡划还有炒面炒饭 你来吃饭饭 这蔬菜饼跟人家不一样 他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吃料你也回味无穷 价格也很平民 然后吃起来很好吃 外面很少会吃到像这样子的口味 这间蔬菜煎饼 位在新鲜区益竹商圈内的巷弄里 虽然店面不咸艳 却是年轻人的网路热搜美食 老板娘李秀卵表示 经过不断的调整口味 才将日式煎饼与台湾人喜爱的口感融合 获得大家好评 那我发现到我们台湾人他比较喜欢 就是煎饼上面硬一点 就是他煎起来的成品能够稍微硬一点这样子 会受大众比较喜欢 酱料的部分我们会不像日本 它可能就是味道会重一点 就是咸一点 那我们的可能就是酱料少一点 会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已经经营大概有20年了 我们是在巷子这边 因为在这小巷子里面 那我们也不太行销 就是很感谢客人都是会帮我们推荐这样子 那很希望说大家能够来个品尝 酱料豪迈不手软的蔬菜煎饼 在地开业已二十余年 老板娘李秀卵说 看着许多顾客从学生时期 吃到为人父母相反感动 她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下次当您经过商圈逛街时 不妨走进巷梦内品尝一下 这样广受好评的在地好滋味吧 记者张世民 潘文玉 高传报导